农粮股起飞了 东减涨停再创新高 元泰台办汉磊续涨 第二季作战计划来临 政策受惠股 等你来索取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与你分享 股市1.0 我是徐玉玲 加入1.0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3月28号 礼拜一 今天大盘大跌 而且跌了156点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会问 1.0大跌是危机还是转机 那现阶段大盘应该如何来看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呢 可能很多的好朋友们 会觉得有点恐慌 因为今天大盘 盘中一度大跌了308点 最终跌幅收链 那跌了156点 收在17520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K线形态的一个走势 今天是做了一个收缴 做了一个年限的收缴 来到年限形成了一个支撑 那你会问 今天为什么台股会大跌呢 其实跟国际面有关系 跟国内的疫情也有关系 那我相信呢 今天大家有关注新闻的 会知道 上海在昨天 临时信要去做一个封城的动作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利空消息 冲击之下 今天的上海股市 一度的油肌翻红 那我也特别来针对于 现阶段的大盘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规划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盘前 我如何告诉我们 李宁家族的家人 我说上海呢 它发布了一个封城命令 而且这个封城命令呢 它冲击到台厂的供应链 那但是呢台积电它表示 不影响上海的生产 合金也说上海的生产不受影响 但是出货会有影响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的台积电下跌 今天的合金再破前低 所以呢 投信卖的股票 尤其本周是投信 有些股票啦 不是所有的股票 有些股票 投信会进入了 一个叫做结账的关键 所以投信这几天都在卖什么 都在卖记忆体 然后呢也都在卖细菌园 而上周1.0事先告诉大家 尤其投信在高档 油买转卖的 像是一些细菌园记忆体 像是今天的细菌园 台胜科又打到跌停板 记忆体当中的实权 也打到跌停板 那我也特别叮咛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在目前国外的疫情 上海的疫情好像有在做增温 国内的疫情好像也大增了83例 所以在盘前我已经告诉我们的 李宁家族的家人 有机会带动防疫生技的概念股 所以今天的大盘 在盘前我已经告诉李宁家族的家人 会受到国际面的一个利空影响 形成的一个大跌 在今天跳空下跌的同时 我们要观察 这样子的跌它是机会还是危机 那所以今天的连线保卫战 守不守得住 今天这个部分是我在盘中的时候 跟廷娟连线的时候 廷娟问我 玉玲怎么看今天的行情 我认为今天年线绝对守得住 为什么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1.0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取得 中国大陆证券期货 黄金三证照的女超盘手 所以你要问上海股市怎么看 问我最清楚 那我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我观察一下上海股市的一个变化 虽然上海股市在跌 但是在跌的过程当中 它形成了不破滴的走势 所以我认为以上海股市的表现 3100.0是守住的 而且上海在封城的这样的 利空情况之下 还游给翻口 所以我认为 其实疫情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这么严重 然后再来盘中的一个氛围 今天虽然跳空大跌 盘中一度大跌了300点 但是大家要注意看 今天的涨停板的加速 多过于跌停板的加速 所以我今天就告诉 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年线是能够守住的 虽然在今天盘中大跌的过程当中 VIX是属于一个跳空大涨 但是在跳空大涨的过程 我也观察到 VIX上方有际线的压力 不容易再越过 所以这个只是一时一时的 一个情绪的一个所为 所以在今天 你会问一点 您说那为什么今天 行情会跌 盘中还跌了300多点 来跟什么有关 跟台币的贬值有关 今天台币的一度的 扁破了之前的一个28.67 那来到多少 来到28.73 这个算是近期的贬值幅度 最高的一个幅度 那我有说过 台币的贬值会压抑什么 会压抑全值股 大型股的一个动向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 形成向下的跳空缺口 今天的联发科 也往下的探低 而台币的贬值 它让被动型的外资 来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所以其实被动型的外资 它会按照 壁值 尤其是扁值 升值 来去调整它的齿骨部位 这个是之前一点 你就告诉大家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今天盘中 会一度的大跌300点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最重要是呢 投信本周在做结账 投信本周在做结账 它最主要卖什么 它最主要卖是记忆体 卖细菌园 但是我认为有些记忆体 应该有相对的支撑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然后细晶元呢 仍旧是目前 尤其是投信 卖出的一个呢 重点的指标 所以像是今天的台胜科 又打到跌停板 那记忆体当中的实权 是因为业绩真的蛮不好的 也打到了跌停板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要让大家来去做一个 操作上面的叮咛 但是如果你会问一点 您说 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找好股票低息 因为我认为来到年线附近 反而是酝酿出 接下来好股票的一个机会 好 那你会问一点 什么是好股票 其实好股票呢 在跌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真正的好 为什么 因为早在东减还没大涨 还没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已经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今天东减再度的涨停板 再创新高 但是你会发现到东减 我们什么时候买入 东减我们是在连三黑 拉回来的时候 出现转折的时候 我们进去买 那我有没有这么说 我有没有这么做 请你看VCR 东减今天在连三黑之口 形成了一个低档的转折 那我认为东减到这个部分 它的产品线而言 它也是销售欧洲的取得认证 所以今天在量能有增温 低点不在破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也值得大家来去做一个 峰回关注的一个位置 好的大家都看到了 东减1.0是在第一时间 当它连三黑出现转折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它是一个机会 我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逢低买进布局的时机 所以我们在连三黑下跌的时候 出现转折 我们第一时间来去做一个卡位的动作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卡位 利于不败之地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卡位 能够抢得先机 让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是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所以也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掌握住东减的这样子的好股票 那你会问1.0啊 除了东减之外 还有没有像东减这样子的标定呢 好的 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 因为今天我会从农粮的概念 东减到底涨完了没有 从东减的角度去寻找到 接下来的方向 就像电动车的这一块 它是长线的趋势 而哪些个股拉回来 你要站在买方 你一定要注意 那疫情再度升温 东风又来了 今天毛宝涨停板 美食又在创新高 有哪些股票是涨真的 有哪些股票是涨假的 你必须要事先掌握 还有钢铁的概念 其实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 跟大家讲钢铁 但是我必须要买一个伏笔 我认为今天钢铁的拉回来 它是酝酿出 DC买进的机会 挺好 因为时间绝对会验证 1.0所讲的 一切都是对的 因为钢铁股它具备的高值率的概念 当钢铁股拉回来的时候 殖利率只会更香 那当然钢铁股票买错股票 哪些股票值得来去做关注呢 等一下1.0都会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好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身的 我也是全市场 唯一一个取得 中国证券期货 黄金三证照的操盘手 我有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这套赚钱的方法叫做 玲珑123的操盘法 我们从基本面选好股票 选到什么股票 选到东检的这一档标的 从技术面挑到好买点 当东检而连3K拉回来的时候 我们逢低来去做卡位动作 从筹码面知道法人的进出流向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避开这一波的重灾区 细晶圆 记忆体 这一波的下跌 跟我们完全无关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接下来要买什么股票 你一定要提前掌握 那我也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 因为呢 接下来要涨什么股票呢 都在1.0的口袋名单 那当然在讲这个之前 1.0先来跟大家告知一下好了 因为1.0的东森频道 我的3月份的东森频道 进入了最后倒数 也就是说呢 到了4月份 东森频道是看不到1.0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1.0 你想要掌握住股市1.0的这个频道的话 我会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 为什么 因为订阅YouTube的好处是 第一个我可以带大家事先掌握住未来世界 你一定要知道4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份最重要是龙卷回补槽 而龙卷回补槽它会引发出哪些嘎空的个股 你一定要事先掌握 那第二个呢 订阅1.0的YouTube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第一时间你能够掌握住赚钱的策略 那当然有好股票的好买点 我会及时分享 就像东检的这场标定 当他拉回来连三黑下跌出现转折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公开的告诉你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东森频道3月份 这个已经是最后倒数了 其实我还蛮舍不得 在这个东森频道跟大家say goodbye的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行嘛 所以如果你喜欢1.0的 只要按按你的小指头 按一下YouTube的订阅 就能够呢持续的锁定股市1.0YouTube频道咯 好那说到这个呢 我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讲第二季 第一季要结束 第二季要来临 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二季的方向在哪里 第二季的方向呢 我认为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全球选举年 无论是3月份的韩国总统大选 4月份的法国总统大选 接着呢美国也要进行选股 我们台湾11月26号又进入了九合一的一个大选 这个是前哨战喔 所以我认为在第二季一开始的同时 你一定要知道政策的动向 所以我告诉大家 政策往哪里走 跟着政策走赚钱一定有喔 所以今天我帮大家独家的准备了 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那独家的一个分享 让大家知道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那有哪一些股票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接下来第二季会涨到哪些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听好喔 今天今天LINE AT 记得一定要索取 独家分享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只要呢 加入了那1.0的LINE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欢迎你来索取 好 那你会问政策加持的受惠股有哪些 好 其中一档 我公开的先来跟大家讲 其中的一档就是5425的台办 好说到台办 我相信呢 你对于1.0的操作不陌生 其实台办它算是呢 电动车相关的车用电子 尤其是MOSB 非常重要的一些功率元件的厂商 而这家公司 为什么它也算政策加持的一个受惠股 别忘了喔 今年是选举年 那选举它的动向会在哪里 它会在 它会加持绿能相关 那绿能又除了 三能 节能 除能 创能之外 还有电动车的一个相关 所以呢 台办也被1.0掌握到 政策加持的一个方向 那今天大盘一度的大跌了303点 308点 但是我们手中持有的台办 却是逆势的往上涨 好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现阶段我们要掌握住呢 政策加持的方向 那如果你要掌握住 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1.0 light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记得把它先添加 因为政策加持受惠股 会在light at 独家的分享给亲爱的你喔 好的 那我也特别呢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1.0找寻到的东减 能够涨停板再创新高 在今天大盘大跌的环境 而且盘中一度大跌了308点 为什么我们手头上的东减 能够涨停板再创新高 那我先跟大家讲好了 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有国际观 什么叫做国际观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像是呢 国际间的一个动态 就像美胜MOS 它是一家什么公司 它是一家美国最大的甲肥 以及零肥厂商 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 往上喷高 往上垫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喔 像是CF工业控股的 一个全球第二大的淡肥 第三大的零肥厂 股价也是呢 往上创高 往上的一个呢 工高 甚至呢 像是呢 UA UAN的一个呢 蛋肥厂CVR 你可以发现到 股价也是往上涨 那为什么今天一点点 要从美股的方向 来跟大家讲 你们可以从美股的方向知道 喔原来 这些肥料相关的厂商 都在涨 那我问大家 那国内相关的肥料厂商 原物料的厂商 为什么不能涨呢 所以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东减 能够涨停板再创新高 今天大盘大跌 但是我们手头上的东减 却是涨停板再创新高 那我跟大家讲 我不喜欢去追涨 我不喜欢买工 我喜欢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 大家看不起他的时候 大家没有关注他的时候 我逢低来去做布局 那东减的这一档标题呢 是我们在连三黑 下跌出现转折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来去做买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第一时间的好买点 当你做到了第一时机的好买点的 你就能够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那当然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原本要跟大家讲其他的 肥料相关的概念股 而这些这些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Lite 8的首页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1.0是属于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身的 那我也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取得 中国证券期货黄金三证照的操盘手 那更重要的是 我有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这一套赚钱的方法叫做 玲珑123的操盘板 我们可以从基本面选到好股票 从技术面挑到好买点 从筹码面吃到一档标的他的续航力道 所以我们的东减能够涨停板再创新高 好那当然我也会希望大家 如果你低进没有赚钱的人 来听考给自己接下来赚钱的目标 如何给自己接下来赚钱的目标 那就是你要知道 接下来会有哪些的股票受贿 那我有说过今年2022年是全球重要的选举年 尤其在今年台湾11月26号 会举办一个九合一的一个大选 而这个选举它会影响到很多的层面 它会影响到政策的推广 经济的一个散播 所以我认为现阶段要干嘛 要跟着政策走赚钱一定有 所以我帮大家准备了一个叫做政策加持受贿股 那听好喔 今天加入Lite at的 也就是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政策加持的受贿股 我将会独家的分享给你 也记得要跟我们来去做索取 政策加持的受贿股 到底是哪些呢 一定记得在Lite at上面呢 说我要索取喔 记得 好的那我也特别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喔 最近大家一直在问1.0说 1.0啊 接下来如果我要持续的去关注你的节目 我应该怎么关注呢 那我也特别跟大家呼吁一下 因为 因为应该是说 我原先喔 我原先东森频道的这个频道 是其他老师接的 那我只是友情赞助 所以我的东森频道的三月份呢 已经进入了最后三天的倒数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1.0 想要持续关注1.0的节目 那关注1.0的节目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帮大家提前掌握住未来世界 能够第一时间掌握住赚钱的策略 所以更重要是当东森出现的转折 像东森这样出现转折的时候 我可以第一时间来去做分享 所以订阅1.0的YouTube 真的是好处多多 尤其是能够帮你赚钱 那如果呢 你接下来4月份 你想要掌握住赚钱操作的人 记得1.0的YouTube 也就是股市1.0许玉玲的节目 记得把它扫一扫 而且呢按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好的 那我也特别来跟大家讲喔 其实在今天喔 今天又有很多防疫的相关概念股 形成了一个大涨 但是我认为 听好 今天的防疫概念股 有一些都是属于短打喔 听好不是长线是短打 这个短打呢 它会比去 它会比今年的1月份的这个涨势 更加的短 所以呢 如果防疫的概念股 只能短打的话 你必须要从量 从价 从筹码 去知道什么时候要出 所以你手头上还有防疫概念股的 你来找1.0 因为1.0很清楚 什么样子的位阶 你可以出得很漂亮 那在防疫 尤其是我们的疫情有在升温 然后上海又封城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去判断谁是领头羊 谁是落后补充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先来讲美食 美食的这张补票呢 我相信你一路追踪1.0的家人 你应该会知道 美食我持续的追踪 当全市场还没有找到他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光他的血癌要 在欧洲14国上市之狗 我们换算出来 他的本益比还不到10倍 而且他的EPS 又能够上看到12块钱 那就以PE本益比的角度而言 再加上市值的角度而言 都有大幅度的一个空间 另外他还买下了西利市 那可能很多人对西利市不太了解 就俗称男性的威尔刚 但是他的药效是比威尔刚更强 更猛更长效 对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从无到有的一个心机效 所以如果从日K线而言 你会觉得他已经拉伸了 但是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 他打了双底 而且底部成型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接下来美食拉回来缩量的时候 他是一个机会 那当然我们有美食 我们当然有美食 而且我们已经坐在轿子上 等着帮我们抬轿了 那你可以发现到 当今天大盘大跌的时候 我们手头上的美食是持续的大涨 持续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是底部进场 而且呢第一时间的一个好买点进场 就能够享受到别人享受不到的一个呢 利润空间 也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那然而我还是要特别跟大家呼吁一下 现阶段除了东减除了美食 你值得要留意之外呢 接下来哪些是属于政策加持受惠股 哪些是属于第二季开始的一个作战方向 你必须要特别清楚 如果你第一季你没有赚钱 如果你第二季想要开始赚钱 想要反败为胜的 1.0的Lite 8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把它添加就对了 因为今天1.0有一份丰富的大理 这个丰富的大理叫做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记得加入Lite 8跟我们来去做索取 因为我说过跟着政策走赚钱一定有 好那我也特别来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比较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讲防疫概念的个股 而这些防疫概念的个股呢 我把它选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有一些有向上的跳空缺口 但是跳空缺口之外呢 它上方还有一个呢反压 所以有反压的过程当中后续就要去观察 是不是有涨不动的一个迹象 那我再说咯 防疫的概念股呢我认为是短打 所以当它的技术面筹码面出现了松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卖 怎么卖 不要呢不要又套在最高点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来找1.0就对了 好那我也特别来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1.0的Lite 8里面会有好礼发放送 什么样子好礼呢 因为呢我认为今年它是一个选举年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年底又有九合一的大选 而且呢我认为跟着政策走赚钱一定有 今天有独家的大礼物 政策加持的受惠股在哪里呢在1.0的Lite 8当中 所以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把它添加就对了 那当然我也特别来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1.0还是会观察到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 这个方向是电动车的方向 今天的元态而且再度大涨 今天的汉磊再度的攻高 甚至今天的大纵控也是往上涨 像是我们手头上的台半 也是形成了一个大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如何去掌握到盘面而言能够赚钱的标的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赚钱 手中股票套牢的 来听好 今天1.0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这份礼物呢算是我告别东森频道 给大家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那也同样的谢谢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们 一路一路支持1.0的家人 那如果你喜欢1.0 如果你想要掌握住 接下来的赚钱方向 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来听好 因为我认为接下来你要跟着政策走 跟着政策走赚钱一定有 那我怎么知道哪些是政策加持的受惠股呢 听好喔 都在1.0的Liteat里面 1.Liteat是什么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记得添加之够 跟我们的一个团队来去做索取 说我要政策加持受惠股 因为呢 接下来跟着政策走赚钱一定有 好 好那最后呢我还是要特别叮咛一下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因为今天 时间非常有限 钢铁股它回调是不是一个机会呢 我认为是一个机会 我先讲结论呢 操作钢铁股呢 记得买贼不买狗 买跌不买涨 而且短线急涨你不要追 赚到钢铁股的大价差 你必须要耐心 你只要把1.0的口诀记稿 钢铁股这一波 尤其是上半年的钢铁股行情还没有走完 所以今天的钢铁股结束了吗 还没有 所以拉回来是一个机会 那当然你会问1.0说 什么样子是机会呢 好最终的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呢 如果你接下来你想要掌握住赚钱的方向 如果你接下来还没有找寻到一个呢 赚钱的一个出口的话 1.0独家分享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今天你一定要好好的来去做索取 因为2022年1.0认为是全球 不是只有台湾 是全球重要的选举年 而最重要是美国要选 那我们台湾在11月26号 也有一个九合一的一个大选 所以在面临这样子的 全球重要的选举年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跟着政策走 赚钱一定有 那政策加持的受惠股 到底有哪些呢 都在今天的Lite 8当中 那记得喔 1点的Lite 8就是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操作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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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